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們這一期苗老師要教各位小朋友 做一個蠻有趣的一個科學史作 我們給他一個名稱叫做 碰撞彈珠台 好 我們準備的材料呢 就是一個網上紙板 當成一個基座板 然後呢 這兩片等一下有一個特殊的功能 然後呢 這兩個叫什麼 叫做我們吸管的什麼 軌道 我們先用什麼 雙面膠帶 我們吸管是要固定在哪裡 固定在我們的瓦龍子的基座板 這個正中央的部分 這樣操作會比較方便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只要分別黏三條就好了 來 第一條 我們黏在正中央 記住不要太長 然後同樣的 這邊也是一樣 黏相同的長度 相同的長度 黏起來 這邊也是一樣 好 撕了按摩之後呢 我們先做第一件事情 用眼睛去看它 看什麼呢 看這個軌道是不是非常的圓滑 然後呢 它的長度 長度之間是一個平直的 也就是說吸管是又圓又直 這個吸管是最好的 先把我們第一支吸管 黏在我們的基座板的正中央 稍微前方一點 好 前方一點 好 稍微 我們在黏吸管那個怎麼黏呢 稍微壓一壓 滾一滾 好 這樣子這三個點 就完全能夠密合在著 這個被雙面膠粘合住了 好 接下來呢 第二支吸管 注意 前端跟後端一定要一樣 好 稍微黏 這個黏叫什麼 我們把它叫做服貼 就是還沒有黏得很密實 對不對 我們用這個雙面膠帶的這個 來做抹 來做解釋 整個彈珠這麼大對不對 我們大概要 一半在這裡嘛 對不對 我們把它分成三分 三分之一的位置大概在這裡 也就是吸管的位置大概在這個地方 不要太低 因為太低 稍微碰撞它就跑出去了 撿彈珠的時間都很累對不對 稍微快一點 但是也不能太快 超過直跌 超過直跌它就掉下去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大概取三分之一的地方 這時候呢 確定了把它稍微壓一壓 再拿起來看一看 就是等於說 從這一端往這邊望過去 所有的吸管的間距都是一樣的 好了 之後呢 這個軌道完成了 但是這樣滾動的時候呢 非常的方便對不對 可是這邊會掉啊 那怎麼辦呢 我們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阻擋的限位器 那我們用瓦翁指板的特性 也是一樣 這是垂直面對不對 垂直面 好 我們在這個中間的地方怎麼樣 輕輕的把它畫一刀 畫一刀的目的是什麼 是不要讓什麼 不要讓它切斷 然後能夠把它折起來 好 然後呢 放在這個位置 好 我們就直接把雙面膠帶 黏貼在哪裡 黏貼在我們的這個軌道的旁邊 然後呢 把它蠟膜撕掉 我們就直接這樣子拿對不對 然後呢 從這個方向上面把它推過去 一頂住之後呢 彈珠在裡面滾動 再怎麼滾動 它會撞到它 這個限位器是限制彈珠在哪裡 在軌道的運行的範圍 它只能在吸管的頭尾之間運動 對不對 好 重複同樣的動作 好 整個作品做好之後呢 小朋友會發現 欸 是這個樣子 撲克牌的目的是什麼 不是要你賭博啊 對不對 好 為什麼 因為撲克牌 每一張撲克牌是不是有一個厚度 這厚度不會很大 所以當你將我們的彈珠台放好之後 發覺它會動往這邊傾斜 代表什麼意思 這邊比較低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就把撲克牌怎麼樣 一張 注意喔 一張一張的條 好 假設放在這邊位置很明顯呢 它不會動就代表這一張 是不是已經修正了 左端的傾斜的高度 那假設說今天加了一張 還是往這個方向傾 那我就加第二張 第三張依序加下去 好 等到稍微調整完之後 你發覺當你把彈珠放上去 就會發現都不會動 那就代表整個軌道它是什麼 它是保持水平的 好 那這次操作的時候呢 好 請各位看一下 我們把什麼 把整個彈珠的分布把它放成 藍色的就是要去撞 這兩個彈珠的什麼 這個 我們一般把它叫做 公母的母 叫母豬 我們用我們的這個 這個冰棒棍 好 你看 注意看這邊 敲它 欸 小朋友剛剛看到的 現象有沒有發現什麼 為什麼這個彈珠 在撞起到這個彈珠的時候 欸 為什麼只有它在運動 中間這個彈珠 好像根本沒有動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我們一般所稱的碰撞現象 那這個碰撞很特別 有個名稱叫什麼名稱 叫做彈性碰撞 為什麼 因為藍色這個彈珠 所提供的能量 都給這個紅色的彈珠了 結果呢 好 小朋友請注意看這邊 這個它非常特殊的喔 敲它之後你發覺 欸 藍彈珠停了 紅色的彈珠跑掉了 好 那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說我們不考慮到所謂的吸管之間 給彈珠的摩擦阻力 所消耗的能量的話 是不是藍色的彈珠 它的所有的能量都被什麼 都被紅彈珠帶走了 那這個碰撞就叫做彈性碰撞 好 所以這個作品非常的簡單 我們叫做碰撞彈珠台 它可以讓小朋友了解碰撞的現象 好 那我們今天介紹到這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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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兒 gel